你朋友严老八和张老三穿越到了怪谈场景电梯游戏 Prizzly 老三进入电梯之后遭遇了灭灯危机 你让他按下了急停键 电梯卡在了六楼和七楼之间 你让老八尝试在二楼叫梯 老八照做 正在往外探身的老三却被电梯卡住了脑袋 六层的一个黑影朝着老三爬来时 你让他用脚踢在了电梯按键门板上 这一脚正踢在二楼按钮上 电梯开始下坠 老三惊恐的抽回了脑袋 电梯门也以正常的速度关闭 终于在黑影爬来之前成功闭合 这电梯在里边按几层就四几层 但是在外边按电梯 你往下叫梯他往上走 这是电梯吗 这不电驴吗 倔驴 电驴正常运行到了二楼 驴门自动打开 只见这一次自动打开的时间 大约持续了六七秒钟 有了刚才六层的恐怖经历 老三没敢往外看 只是默默的等待着 可他等来的却是电梯超重的警报声 老三按照规则七的提醒 走出了电梯 又再次进入电梯 果然超重警报消失了 但老三明明没有碰到东西 却莫名的感觉 电梯内有些拥挤 这里除了诡异之外 还有一个疑点 你先按五层 继续运行游戏 但是你到了五层之后 他不说有个女人吗 你眼睛往下看 千万别往上瞄 你他妈纯纯大赛迷 你给我注意点 老三按下电梯 电梯缓慢的运行了起来 以极慢的速度到达了五层 电梯门打开的一瞬间 一抹鲜艳的红色裙摆映入眼帘 老三只看到那双洁白如玉的小腿 就能辨认出这肯定是个美女 他想抬头 不要抬头 哈喇子会掉 裤子会尿 眼珠子给你当场抠掉 尿 好 你也是个ripper 六 六 还得是你呀 呀这么生硬 你脸都不要了 好了好了好了 先干正事吧 老三没敢抬头和对方对视 但红裙子女人走进电梯之后 便转过了身去 似乎是在背对着老三 老三觉得看一眼背影 应该算不上对视吧 你看他伸着背对着你 你能保证脑袋也背对着你吗 让你别动就别动 另外不要按一楼 诡则六提到的到达十层这一个条件 而这个诡则的最后是原路返回这四个字 这是所有诡则当中唯一提到返回方法的 所以你必须到一次十层 但是诡则二提到的四二六二五一 这个顺序里根本就没有十层 所以唯一的可能就是这个女的要去死层 她能把你带过去 老三表示明白 悄悄的退到墙角 此时红裙女人走到电梯按键位置 将手伸向了按键 但这个角度 她的身子正好挡住了老三 老三看不到电梯按键 哪怕是老三动了动身子 依然看不到 不过电梯很快动了起来 由于电梯运行的很慢 没有失重感也没有上升感 老三想要闭眼感受一下的时候 电梯已经停了 电梯门缓缓打开 此时老三睁开眼睛 可当他睁开眼的瞬间 眼前却什么都没有 红裙女子似乎已经离开了电梯 而电梯上的数字显示 这里是一层 老三觉得这一定是你分析错误了 这红裙女人不是要去十层 而是去一层 电梯门外兴高采力的老八拍着胸口 心有余悸的喊着 兄弟快出来 你可担心死我了 等会儿 老八你在这边也能看见老三吗 没错 此时的老八面前电梯门打开 面带惊恐的老三出现在了电梯里 老八捂着胸口心有余悸的喊着 兄弟快出来 你可担心死我了 老三 听我的 把电梯门关上按五层 快 老三迟疑了片刻 老八明明就在眼前 自己的电梯游戏已经结束了 他再也不想经历刚才一切的恐怖事件了 你为什么还要让他进入电梯呢 但出于对你的信任 老三还是咬了咬牙 他狠狠地按下了电梯关门键 让老八先等一会儿 随后他按下了五层 而在电梯门缓缓闭合的门缝当中 老三却突然看见刚才消失的红衣女人 出现在了老八的身边 而刚才还一脸担心的老八 此时也面无表情 和红衣女人一起死死地盯着他 直到电梯门将他们隔绝在电梯门外 此时的老三已经双腿一软 吓瘫在了电梯之中 刚才的那个根本就不是老八 刚才我让老八在二楼按完之后 就待在了二楼 你怎么可能在一楼看见老八呢 所以刚才他看见的老三 也并不是真正的老三 我让他待在二楼还有一个目的 老三在第二次回到二楼的时候 老八本应该出现在门外 但他开门却没有看到老八 说明其实现在你们两个 已经不在一个空间里了 这就是我刚才为啥说 这有个疑点 但进行到这里 我还不能确定 你们不是在一个空间 直到打开门的时候 假老八出现在了电梯门外 因为真老八按下了电梯二楼 电梯却往上走 已经证明了这是一个倔驴电梯 至于这个倔驴电梯 它为啥这样运转 应该是跟两个世界有关 你没看到这个女人按电梯楼层 是她不想让你看到 因为她根本就没按 是外边假老八帮她按的 因为在里边按几层就四几层 如果显示十层 我指定是不能让你下去 但如果她按一层又到不了十层 所以只有在外边按一层 电梯才会通往十层 她再去十层 这样到的楼层是十层 显示的却是一层 骗你下去 其实你们不知道的是 关于电梯游戏 还有一个怪谈传说一直存在 就是当你进入电梯的那一刻 周围的一切都已经不可信了 而如果你真的在十层下了电梯 那你就永远都回不来了 老三表示明白了 可现在她要怎么回去呢 你注意鬼泽六最后一句话 得原路返回 你直接用字面意思 就是你怎么来的 你就怎么回 所以你来的时候 顺序是426251 现在回去的顺序 就是526241 老八你现在就回一层 等着她 老八惊恐地看着电梯内 面无表情的假老三离开之后 狂奔回了一楼 在看着电梯分别停留在了 526241之后 电梯门缓缓打开 门内是如是中复的老三 老八几乎是架着腿软的老三 走出了电梯 老三说刚才他差点被吓死 能再次见到你太好了 出去之后一定要请你吃烤羊球 而老八眼珠一转 却随意的说道 吃点别的吧 那个东西有啥好吃的